动线与格局先决考量 仅有26瓶大的空间 拥有让人倾线的大客厅 餐桌与吧台 还有满载唯美的收纳机能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让26瓶新橙屋发挥最大评效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透过微调格局化解家中风水一律 接着介绍工领域收纳与使用机能 最后解析设计师如何透过异材质与美式元素 碰撞出设计火花 为了行速完整的进门端井 设计师运用隐藏门将大二次房间入口隐藏起来 也化解防对窗的风水问题 客厅采光窗用滑动百叶窗取代传统折叠设计 建构出完美窗景 微调三房格间扩大主卧平数 不仅扩充了卧室收纳量 同时也化解门对门的风水一律 工领域收纳虽然集中在电视墙 但透过不同高低于设计的柜体搭配拱形设计 创造出丰富但不拥挤的收纳机能 主卧柜体设计隐藏抽屉 方便放置尿布奶瓶 而小孩房特别在天花板设计健身环 让男屋主可以在此运动又不影响动线 空间中的收纳柜利用美食线板与雕花 让一片白中带有变化 沙发背脚风格壁纸被攻了如同画作 师傅首位的时纹电视层带出柔和氛围 选用细致的线板堆叠 营造天花板崩覆层次 延展空间尺度 微调格局洞悉空间优势 一股设计张志荣设计师精准拿捏空间配比 透过收纳与装饰设计平衡空间 陪伴二次装潢的屋主一家 在梦想的空间开启生活新篇章